欢迎来到关键看点 业内人士手机晶片达人爆料 高通下一代旗舰处理器 命名为骁龙8 Plus 代工厂则由三星电子改为台积电 使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 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开始交付 这将是继联发科天机9000之后 第二款使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的旗舰芯片 这也是高通继骁龙870之后 再次回归台积电的怀抱 新来的观众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精彩的内容了 谢谢大家 手机晶片达人还爆料 高通骁龙8 Plus从第三季度开始 每季度有5万多片的产出 目前良率已经超过了70% 比三星代工的4纳米骁龙8高出相当多 按照以往惯例 骁龙8 Plus将是今年下半年 安卓旗舰阵阵营的标配 它将延续高通骁龙8的三重级架构设计 由超大和Cortex XR 大和Cortex A710和小和Cortex A510组成 CPU频率有可能会再度提升 安兔兔跑分将再创新高 目前搭载骁龙8的安兔兔综合成绩 已经突破了110万分 由此猜测 骁龙8 Plus的安兔兔综合成绩 可能会突破120万分 据外媒报道 摩托罗拉旗下一款代号为 Frontier 22新机已经在路上 该机最大的卖点是搭载骁龙8 Plus处理器 成为2022年度安卓芯片最强天花板 新款骁龙8大概在7月份亮相 摩托罗拉有望继骁龙870 骁龙8 Gen1以后再一次全球首发 而且还不止这一款手机亮相 联想旗下拯救者游戏手机也在规划之中 工程版本同样基于新骁龙8开发 其正面搭载6.67英寸OLED屏幕 支持144Hz刷新率 5000毫安电池 支持68瓦有线充电 定位明显要低得多 毫无疑问 骁龙8 Plus将是安卓阵营 最强悍的5G芯片 从爆料的信息来看 摩托罗拉 小米等品牌 将会使用这颗处理器 新品值得期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平安健康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读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